光复乡大新村的住户大多数都是以老弱妇孺多 那么面对自来水盐管计划申请条件复杂而且难度高 恐怕会因此影响道生本境度 那么乡代表门市群企为民发声 建议乡公所要协助避其公于一亿 这个叫水吗 这个可以喝吗 水龙头流出黄色污浊的水 这就是大新村简易自来水的日常住户苦不堪言 向台水争取自来水盐管计划 获得圆明会县政府等上级单位的支持 若可行该估将花费7000多万元来执行 先走完了以后就进来大新桥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这一条 光复乡大新村与台水以及县政府相关单位 进行两次说明会 又将近八成的住户表达同意接引自来水系统 然而申办作业流程复杂 而且申办条件有些难度 申请的第一步就令村民感到困难与不方便 分分向相待会澄清反应 但是经过了我们公所以及单位 还有我们代表会 所有的代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现在的凝聚力 号召力也越来的越强了 也得到了大部分的村民都认同了 那最后一路的问题就是 有乡民反应 在申请检附资料当中 因为大新村都是以老人居多 所以在检附资料呢 非常的麻烦 所以在这里也请公所 请相关单位 尽量的配合 既然我们检疫自来水要普及化了 要全部变更为自来水 希望这些检附资料 我们公所以及有关单位 都能够重宽便民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让大新村的村民都有干净的水好喝 为了能有稳定且安全的民生用水 大新村有将近200户的住户 就有超过150多户 同意更换接引自来水 相待会主席廖维军 与相代表吴总理 今天上午在相待会定期会 乡镇总执询一程 就执询建议相关所 能协助村民化繁围检 让大新村能够早日享受 安全捷径又稳定的民生用水可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